分享夏威夷南岛文化对于山海及水的观念 夏威夷的航海大师 在台东的都兰南岛文化交流时分享 当地的文化概念 部落主任表示说 都兰部落最近几年在做海洋富裕行动 透过这个机会 能够学习到夏威夷南岛文化的海洋观念 当作是借境 让未来能够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邀请我们历代的主舰 分享夏威夷南岛文化对于山海以及水的观念 夏威夷的航海大师 在都兰南岛文化交流时分享 当地的文化概念 部落主任表示 都兰部落今年在做海洋富裕行动 透过这个机会 能够学习夏威夷南岛文化的海洋观念 来当作借境 让未来能有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去年有一个很棒的机缘 就是可以接触到奥里格卡路 自驾大洋洲 然后我觉得在部落做事 就是也是代表部落 那也很感谢这次部落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任 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让这件事情在部落的土地上发生 未来也想推广海洋富裕这一块的行动 还有将传统领域的这个概念延伸到海洋 所以这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也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有一个很好的借鉴 就是让我们未来可以有一个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透过活动探讨早期部落文化有关于船的历史 并且也学习有关夏威夷 自驾大洋洲的文化 并期盼在未来能够结合星空山与海 未来我们能透过传统航海然后去研读海洋的风潮浪流 还有还有在观察部落的星空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星空去辨别我们的方位的话 我想就是我们已经守护了这整片的陆地 我们的传统领域 那我们也可以更加的将我们的守护的范围 到海洋到天空 来自夏威夷的航海国宝大师在来台东这段期间 也去到其他部落进行拜访文化交流 而整场活动不单单指示双方的文化交流 更多的是让南岛族群之间的关系 更加紧密 见犯罪东河相报道